看看新闻榜 鸡女爆料早年曾无意间发现继父惊天秘密 现场突然出现两名神秘女子 在密室中又会爆出继父女间矛盾背后 怎样不卑人知的影情 老娘就百万亲活冒三丈 直指小辈们太过分 继续收看新闻榜旧 妓女撞见妓妇搞外遇 人生安全遭威胁 杨女士今年52岁 她的母亲与继父已经再婚30年了 而杨女士控诉 这几年继父对她视同仇敌 现在杨女士觉得自己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小家就是跟继父两个人的就是发生一点矛盾 就是也忽悠无故的就是发脾气 把花瓶都丢了了 我经常来就是跟家庭就是我自己所住的地方有安全 对吧 有一个保障 还有就是跟我现在自己身体也不太好 也不希望她老是为了做这些小房子就是这个争吵 赶我走 调解当天继父也来到了现场 可奇怪的是 当我们要求对她进行前期采访时 她却拒绝了 而是在编导的搀附下来到场边 我们注意到她的右脚似乎还带着伤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的 难道和妓女有关系吗 家长力等不用愁多来找我们老娘舅 观众朋友您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每晚六点半为您播出的新老娘舅节目 我是海燕 本节目是由娱乐频道和上海事司法局共同主办 如果遇到纠纷 麻烦的事情 欢迎播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 我们的调解完全免费 而且签署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 今天来为我们调解的大家非常熟悉 上海市人大代表白文青白阿姨 白阿姨好 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当事人杨阿姨 你好 今天来三天 我现在呢就是这个人身安全没有保障 来到这里来求助白阿姨 是谁对你的人身安全造成隐患 三天 就是我现在的这个我妈妈的丈夫 我叫她继父 你的继父 你今年我方便问一下吗 大概年龄是 我 我52岁 继父呢 她76岁吧 继父究竟做了什么 让继女感到生命受到威胁了 在一位观众和海燕的掺扶下 李老伯一蹶一拐地走上了场 李先生76岁 我们看到了他的脚现在是 骨子 有个钢顶 有个钢顶了一下 那钢顶了 撒眼光 哪能 主要是发生矛盾 因为发生矛盾 弄成个人干了 平常的 为人当的 生气 什么 继父的脚伤是继女造成的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常态采访时 李老伯也带我们来到了事发现场 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李老伯的脚 究竟是怎么伤掉的呢 到底哪個樣子 是嗎 我們要把人家在家裡 都沒有人家在家裡 你能不能再把人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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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當我們準備開始勸解 劉老伯時 他竟然衝著屋裡頭的母女兩人 破口大罵起來 讓母女倆一直無言以對 寄女究竟做了什麼 讓季父如此氣憤呢 而当天又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继父女俩产生了如此激烈的冲突呢 继女表示当天是继父先挑起尸端 她的脚伤是自己造成的与其无关 我们不管当天谁先动的时候 继父女间会爆发如此激烈的冲突 本身就是一件怪物 那么这对继父女究竟怎么了 这种虎啊终于我可以鼓励到你 等米康不好口 一当家等到他给你多久年人光 我们都知道是什么不去 他当人光啊 你等我一下 不久年了 不久年等了 四个据你死的费所得知了 通常你老了不得了 从来没啥 老鸡人会老了 还没好米康 还刚刚一个 弄一杀命万 你能狠 跟个乎摸啊 原来继女杨女士九年前婚姻失败 无处容身 就回来投靠母亲 于是母亲腾出一个房间 共计居住 可继父就是气不过 这九年来 继女不但不念她们的收留之情 反而对其恶语相向 那么杨女士为何会如此对待继父呢 在场外采访时 杨女士道出了原委 这一年我只得到第一个 就是那一年睡了 我只得到我什么地方去 那么就等了 这一年我只得到我等一个 好 倒出去啊 嗯 那么各个地方呢 我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孔王子 什么都没有的 那么后来呢 就是各个人呢 就是一样一样一样 这个体验嘛 那时候呢 我累了时候呢 是没有病毒啊 我这个家人家掉了 掉个病毒 掉个病毒 各个人呢 还是这个一样子 把一样子 那 那么我想问问 各个人都知道 别让人说妈妈 关心的生活啊 妈妈关心的生活有啊 因为是 口头没空 口头没白分啊 当人说家王子 本来是一个 但是八十块钱 家不得了 那么那年一样 对人家 erstmal 但是我有一点 真的要收房租费 такие 我就是要收房租费了 我就不要收房租费了 那么我的 Best 可以再来 我给爸爸 我来了 qualification 伍玮世说 母亲收留自己固然应感恩 可自从住到这儿 继父对她就一直不待见 杨女士自然也不会 给继父好脸色看 回到现场后 杨女士又告诉我们 前几年家里有一间控房 被亲戚用来开个小网吧 而就在这段时间 杨女士意外发现了继父的秘密 现在我回想起来 就是在她70岁那年 我母亲 我的兄弟 家里有的开电脑的 我母亲出去做事情 她跟我 叫我女儿一个 有的人打电脑 你进来收收钱 我说好 那么那天呢 有一个人 你的 抬着叫自行车进来 跟我女儿呢 她是去打电脑去 我就保险去找了 找了找到电脑的话 你找不到 我心里想 她还不到楼上去 这个神秘女子究竟是谁呢 当时杨女士以为家里来了贼 赶紧上楼查看 谁知不看不要紧 一看真是吓一跳 这间呢原来呢 是我兄弟结婚的房子 门也是开了开的 我进去看了开 走进去看了开 看看没有人 没有人呢 这间呢是我妈妈登的 妈妈登的 我这门呢就是压了开 这门是这样压了开的 压了开呢 我进去看一看 看看他们两个人在床上 就是搞动作 搞这个字样搞多 这么我心里泡了 我后来我三次过去 心里整个字样抖 抖了我就下去了 我就走下去了 当时屋子里究竟是怎样一个景象 居然把杨女士吓得双腿八软 神秘女子跑进她母亲的屋子里 究竟和继部在做什么动作呢 广告很短 到你了 真心话 你的身材有料吗 都是牛奶巧克力哦 还有花生 他脑子进花生了 M&M's谁让你是巧克力 我没选当冒险啊 上海书展已经办了有十年了 有趣的是呢 我本人从北京到上海 到今年也是正好 第十个年头 真心感谢上海书展 我们相互陪伴着走过了十年 应该去寻找 那个和你爱着同一本书的读者 当你的手触摸到书的封皮的时候 那种感觉是阅读带给你最大的快乐 上海书展欢迎你 从第三者变身正牌妻子 为了爱她几乎拼出性命 我谁不如死的人 我为了她差一点都死掉 和背地里 丈夫竟与大她八岁的摩登女郎 姐弟恋 早就是打败的很良气的男子 不像我们保抑过 从教育方面来说 可能我会忽不得的胆 这太太人不年少了 8月11日晚19点 敬请收看《一呼百应》 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我们也在用心 我们选用进口的白蚁机种 使用自动化的设备 给予他们健康的成长环境 认真的照顾 在不同成长阶段 用不同的饲料 不加激素 不乱用药 我们用心 让您安心 科学养殖 不加激素 肯德基为您严选 放心肌肉 完美 就是没有任何瑕疵 哪怕是最微小的头线 因为任何时候 世界都会盯着我看 但我用青羊 新青羊含滋养因子时 能深层渗透 从根源持久去泄 不同角度 头泄不见 尽管看吧 我没有什么需要隐藏 青羊 无懈可击 无需隐藏 联合力华 季妇大发美瓶声称妓女对自己拳脚相加 妓女爆料 早年曾无意间发现 季妇惊天秘密 妓女撞见季妇搞外遇 人生安全遭威胁 正在播出 刚才说到某一天 一名神秘女子 跑进杨女士母亲的屋子里 杨女士以为家里遭了贼 上楼查看 可当她来到母亲房门外 却被吓软了双腿 那么她到底看到了什么呢 当时我吓得了 浑身发抖 心脏脚都浪了 跑到家里 我去这样抖 你看到什么了 她跟一个女人正好来 那个警察来搞这个东西 那个我吓不吓 没 对的 是记住 你对的 对的 你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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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忽来的 忽来的 你对的 他经常也可以 在广场上 你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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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特别人 我做特别人 做特别人 你怎么办 那两个都在 做啥 你没想到 没想到 你没想到 你没想到 知道吗 你手机没办法 来得去 跟一代两网卡 进来得去 对吧 你们当时是不是坐在 房间里聊天了 聊天没有聊天 根本拿一个报销单 不是转身就可以走了吗 他不用了 他只能到哪里 去 我做三个 那个女儿 在那里 进来 在那里 在那里 当地呢 好 那么农家一到六 那日期 他那 我晓得一到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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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几乎两个都去 做日期了 对吧 那我跑去那 农家是一正式 要去做日期 忙什么时候 他就是美术门呀 就是美术门呀 就是美术门呀 我推进来 看到了呀 可多少了 看到他们两个人 就在这在尝尝呀 冬天还是夏天 就是夏天呀 夏天 李老婆自称 李老婆自称 体弱多病 又上了岁数 绝对没做过妓女 说的那回事 可妓女却坚持认为 妓妇就是有过不轨行为 那么妓妇究竟 有没有不轨行为 时隔六年之后 也很难查实 但自从那件事情之后 妓妇女之间 算是彻底撕破了脸皮 经常大争小吵 这次更是发生了 具体冲突 随后 杨女士还告诉我们 继父的脚受伤之后 她的人身安全 也受到了严重威胁 半夜一点半两点钟 敞进来四个小姑娘 半夜三更 砸舱砸门 冲进来 把我吓得半死 这四个小姑娘是谁呀 她的生女 还有呢 她生女带来的三个小姑娘 多大的小姑娘 二十次头了 她小生女大概有二十次 冲进来 还是敲门 踢进来敲门 一直没被贴那么输 他一再踢就送出来 两踢就踢进来了 踢进来刚翻门子 踢进来就骂我 指着鼻子指着头骂我 当时我吓得斗得不敢说话 后来我就打电话给110 知道孙女儿他们去找她吗 那么 龙小德哥 小德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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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柑根本有个小 我说咱俩要把弄kle 这都不rap 你们把医生啊 物咱就湖了 枯下去сп怪不得 精神 原来李老伯的孙女 也是想替爷爷打抱不平 上门来找杨女士算账 虽然这几个女孩的行为太极端 但是心态还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继父女间闹到这番地步 到底谁的问题更大呢 让我们来听听观众老娘舅的意见 我们是为主要你的牵 entre 那儿我一个 profesional 我开心 motors 我剁有 МУЗЫКА 我一个人 Meyer 永远不光 exist 我们在里面的身体 mission is important 它都会违到我站在里面 伊利良相会形存在 他真的有 53% 那儿是非常奇怪 现在我神起立了 遗云我线上太尺寿了 那么一人然 RM 我想,我跟他们有什么问题, 我跟他们一起当老人家, 跟他们结婚了, 我跟他们一起去找什么, 我都没有一起去找。 我最有力,我把他们抱着我, 我把他们挂了, 我把他们当下打, 我最有力,我把他们抱着我, 没有人来的特别。 我刚刚直播里面, 可可声声听到, 我非常感谢你的母亲, 但我又知道, 我现在就没有那么高的 爸爸在一起, 谢谢你的婚姻, 应该跟农养的牙区, 是个亲上的牙。 所以某种方面, 你把你的感恩, 用在你爸爸的身上, 多一点的话, 这个事情肯定是很好解决的。 那么作为一个爸爸来干, 这个人, 随着把人都亲上了, 别人都要哭了, 他妈妈, 帮他们接受你, 给他婚姻过来, 那一年一档, 是个亲上的人哭, 所以经常通过, 我相信经常通过, 到老娘就能来, 通过就是跟阿姨, 调家一儿, 那大概我都晓得, 您是个出了什么地方, 我他应该自己去那地方, 肯定为他老好。 观众老娘舅们一致认为, 作为小贝, 两女士的做法, 的确欠托。 而此时, 出现两位神秘女子, 要求与白阿姨当面沟通。 她们究竟是谁? 她们究竟要说些什么呢? 白阿姨与两位神秘女子, 进入了密室。 这两位神秘女子, 这两位是李老婆的女儿和儿媳妇。 她们称, 现在老两口居住的房子, 原本是女方的房子。 三十年前再婚, 李老婆住了进来。 但是户口并没有潜入。 而李老婆的儿媳妇声称, 反而是杨女士想要赶走继父, 独罢房产。 可白阿姨听了这番话, 顿时来了气。 blamed阿姨, 谁又光洋cipal at the house, 何化 Irma。 谁又国家都岁不眠。 还不能��"? 什么 bother? 小ña Mum. 龙老婆 gli交籿仍称徒 他弬 Commission Скreto, 知道他们取得 nggak安静, 婚 Sebabira launched in dernier time, 就会你, 一个央柴 stern时间, 你得央柴 Вас ens然后坐牧。 那个时候她不是太空 Horizon, 那个时候她只关上她处館。 这时候你的神祖'd for einen makers, 你能央 triangularweise一个月? 你的是 半夜就 上去的也就 那一家切的幾歲 等到老洗水了 有明文沒明文得啥幹 那呢 以為也懂錢 根本你以為要保障 為也懂錢嘛 政府弄一下保障 弄一塊弄日子 所以做人哪來做 當日來做了 弄日子想呢 那日子想那一家 也問我他弄好幾歲 他不理事 弄一種熱鬧經 根本一大 把這兒沒拍了 所以 他把你幹什麼 不是 阿姨 你一時開來 根本給他弄不放心 那三七斤 就不能上來那個 有請你口多塞了 加小人 褲子一大 你這樣還要兩人要走 他們在場上 拿這個藥不好 那我都以後 為我能夠吃母藝 沒到那個服藤 什麼藥呢 他們不是拿藥過 我都當不了 密室中的這番交談 相信電視機前的觀眾 應該也能看出問題的根結 那麼回到場上後 把阿姨針對如今這樣的局面 又會提出怎樣巧妙的調解方案呢 關鍵很短 馬上回來 包廂的工具就在我手裡 上海製造動力的機器 都有上品 活著快樂 中國殖民商標 上品電動車 我可以把大象舉起來 雅培知乎100 更有POF 高效吸收備方 寶寶機智又健康 看 真是個機智的小淘氣 雅培知乎100寶寶 是機智不是淘氣哦 大半條足就要ARK 前程 黑白的黑 黑白的白 黑白分明 我就之謂 麥當勞新黑白通知堡 等會兒 垃圾要分類處理 明白吗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分类呢 可回收的 在这边 这场究竟发生了什么 请关注本周的相约星期六 大型动漫创意真人秀 看过72遍 九组领队 争夺六把领队王座 究竟谁能带领COSMAN 一统动漫江湖 进行收看周六晚十点半 看过72遍 我的中国梦 原创歌曲征集评选活动 正式启动 热爱歌曲创作 怀揣中国梦的你 岂能错过 5月28日至8月31日 登陆东方网 通过定点或网络报名 即可参与 我的中国梦 原创歌曲征集评选活动 抒发美好情怀 唱响中国梦 我是色彩 我是黄色小青心 一场小幸福 是白色萝莉 天爱白人梦 是紫色花痴 女生无爱人迷 冰分是我我就这味 麦当劳冰分珍珠奶茶 笑容亮白 散发迷人魅力 黑人超白牙膏 超过5000万HCS亮白因子 将牙字一一清除 亮白笑容 撤动全程 黑人超白牙膏 笑容正能量 在看不见的地方 我们也在用心 选用进口白语几种 给予健康成长环境 不同阶段 用不同饲料 不加激素 不乱用药 我们用心让您安心 肯德基为您严选 放心肌肉 刚才说到老娘舅白万青 在密室中 与南方女儿 及儿媳妇的一番对话后 严厉批评了 小辈们不劳而获 挑起继妇女间 矛盾的行为 那么回到场上后 白阿姨针对 如今这样的局面 又会提出 怎样巧妙的 调解方案呢 刚刚没设立下呢 我闷了闷惊话 实际上 一屋口起进来以后 真正的矛盾 并不是有两个矛盾 一个女子姓舞 她是一个媳妇女子 真正的一个 那个矛盾 那个矛盾 第三后呢 一屋口我那个矛盾 一屋口起进来 一屋口也没问 一屋口起进来 一屋口起进来 一屋口也没问 一屋口也没问 一屋口起进来 干嘛 是必要影响 你那个女子啊 女儿啊 各个各方面的 那一个兄弟呢 你的兄弟呢 你的兄弟要挑了 你得挑都不让过来 再挑 对吧 一个兄弟啊好 弄个女子姓瓦好 个人就起来为 要是不取消 只要能有限 要是要求 国家有动机政策 对吧 弄 要得行 国家有政策 什么都做到 林久 对吧 因为我们怎样 现在我们仅在辑务 还是没有用 所以正因为 两个人在理议 一个门短段以后 那就开始我去做 所以在他 弄我得当了个乎腾的事 起因是弄不好的 对吧? 弄到人家我去发火 我去把火盆管弄 然后我得到够地 那么周围弄来干 有个人挂起我鼻子求人 我说年约 对吧? 与人为善 也毕竟切得几岁 对吧? 弄得切得几岁 三年亏了我心痛 当作阿拉乔的一个生产 上外的人都当出来 但是他弄的眼力 和你的外力相较是有关系的 那不实际上去 那是能够地保障 那是可能一个老年 是能够地保障 如果有七年你给他做生予 这两个生予 当作做法是给他带的 对吧? 比较三年 不断地保障 但是我的国家弄的 这个生予也是有的 在亚亚也是有的 故事也有的责任性 我还有七年以来做小别的 我都知道哪里子 他那媳妇 我都从到亚亚上去 对吧? 那要考虑有得够啊 我经常进去 那时我考虑有得够啊 那么这个几岁呢 我还要说 几岁子这儿子 那他那老婆已经死了 一人在一邊, 對吧, 一個男人小姐那個男人, 那去 accompany us, 住 three, 去那邊, 背面那裡, 然後, 我們走上去, 我們去那裡。 那牠時候, 也是去那裡, 我們去那裡, 交集了, 我們去那裡, 我們去那裡, 我們去那裡。 真的, 我那裡想, 這個女子和男人和醒目和考驗, 放進去。 就像你到那家屋子去登了地方車 你都把人都沒騙了 動起來也沒動起來 天天去外面就來睡 能靠發熱靠日子 不是靠那兒牙 所以我同學說 拿著我的腦袋 到此接受 老爸爸要去這裡 我這裡面當啊 除了這裡上日子生氣 對吧 好吧 媽 別再去吵了 是吧 修緣 把你搞得了就對了 我也要睡醒了 我們以前有不少案例 也是老人到了晚年 因為財產遺產等問題 鬧得家裡極權不明 本該安度晚年的老人 卻被各自打著自己小算盤的子女們 推到了矛盾的風口浪尖 父母操勞一輩子 到了晚年居然還要受這份罪 實在讓人痛心 我們希望子女們能擺正心態 讓老人安詳滿年 才是子女們的日子